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手菜的话 你的刀工又不怎么好 你就可以去超市买那种现成的 里边有玉米 青豆和胡萝卜丁 全部都切好的 你回来直接把它一解冻 解冻了以后快速就可以进行翻炒了 但是今天呢 我们做的是一档瘦身餐 请大家仔细地看好我们的步骤 胡萝卜汆烫好了 放在旁边 把这个玉米粒也全部都给它倒进来 再加一点火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减肥的过程当中 他们经常的会拿这个玉米来当主食 其实这是可以的 对 它有那个饱腹感 而且呢 它里边还有粗纤维嘛 是 最后我们 秋葵 秋葵和百合 百合要不要汆烫 不用 百合不用汆烫 最后呢 把这个秋葵给倒进来汆烫一下 而且你看 切完的这个秋葵呢 它的颜色呢 会变成暗绿色 是的 等会呢 再给它汆烫一下呢 它的颜色呢 就会变漂亮了 对 绿绿的这种颜色 好了 现在可以把秋葵倒进来 是 直接呢 这个切小片就可以了 是 秋葵汆烫完以后 我们是先标那个小篮子 对 秋葵汆烫完之后 我们给它过一下冷水 因为它有棉叶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了吧 这边穿烫出来 那这些的食材我们都放在这边 因为等会呢 要开始炒制它了 是的 这个小黄瓜篮子里边 可以放一些东西做点缀 就是比如说可食用的这种花卉 会让你的这个田园气息呢 更加的浓郁 是 也放在这边来 好了 这时候我们来叼黄瓜 准备一把小刀 大概这么短就好了 我们要两节 要叼两个小篮子吗 两个小篮子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 大概一厘米的地方 我们先来一刀 大概三分之二的位置 三分之二 然后这边也一样 然后这边也一样 旁边也一样 一样的 好 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桶的这种形状 对 然后我们中间这个地方 再把它中间那个黄瓜的心给它切掉 你看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点感觉了 有了 然后中间这个心的位置我们把它给挖掉 就做一个四方的这种挖 挖就可以了 对 把它中间挖掉一个小圈圈 记着不要把它给挖断了就可以了 对 然后给我一根牙签 好 牙签 嗯 这牙签的是 然后横过来 这样一个小桶的 小桶就已经做好了 就拎的那个部分就已经出来了 对 下面我们就开始炒食蔬 汤烫的时候呢 是分开汤烫的 但是炒的时候 是不是一下全部倒进去 也是分开的 也是分开的 那我们现在热锅 放油 既然是瘦身餐 所以油量也要少一点 拿一个小铲子 然后后 油均匀的铺满锅底 这时候 开大火 先放这个 胡萝卜 你的蒜要不要先爆锅 要 好嘞 先把这个 切的这个蒜 先爆香它 接下来呢 就开始要炒胡萝卜 胡萝卜因为炒出来之后呢 它里边的这个 维生素A啊 包括了一些维生素 才会被我们的人体的更好的吸收 是 胡萝卜一定要得过油 如果不过油的话 它的胡萝卜素 是没办法出来的 它只是维生素A 好的 简单的炒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炒的特别软了 是 炒一下它 看它这个油呢 已经有点变色了 对 这时候可以加入百合 百合很容易就成熟的 对 好 好 炒一下 里边还有一些水分 对 等火呢还需要在里边再加一些水吗 等火不用了 因为我们川炭的过程中它已经是成熟的了 而且还有一些水分在里边 是 对 百合它变透明的话它就已经是熟的了 下面是加玉米粒还是加秋葵 加玉米粒 把这个全部倒进来 很漂亮的颜色 是 颜色均匀搭配的很好 接下来就要倒秋葵了吧 倒秋葵了 烫烫完的秋葵我觉得有一好处 就是它的粘液不会那么多 是 因为粘液多了以后呢 会让整个菜呢都粘连在一块 对啊 而且我们刚才也有稍微的过了一下冷水 会影响整个菜的出品 是的 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在里边调入一些那基本的料 盐 就我们就很简单 就加入盐和鸡粉 来 少给你 盐 瘦深的我们可以稍微放少一点盐 让它清淡一点 而且其实在汆烫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加了盐了 对 来 鸡粉 而且加鸡粉之后它会更加提鲜 可能会更咸一点 所以说我们盐可以少放一点 适量 这个时候的菜呢 已经基本 基本 好了 对 就再让调味料呢进行充分融化一下 我们就可以呢 开始装盘了 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刚才雕刻了两个这个小黄瓜篮的摆盘究竟会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回顾 田园食蔬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秋葵 新鲜的百合 玉米 胡萝卜 黄瓜和蒜 调料只有两味 盐和鸡粉 来看看田园食蔬究竟是怎样做的 锅里加水 盐和油烧开 以此汆烫胡萝卜丁 玉米粒 秋葵捞出 黄瓜切成段和牙签一起做出桶的造型备用 热锅热油炒香蒜粒 再依次加入胡萝卜 百合 玉米粒 秋葵翻炒 加入盐 鸡粉调味 起锅和黄瓜桶一起装盘即可 玉米中除了含有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胡萝卜素外 玉米中还含有义麦芽低聚糖和黄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这些物质对预防心脏病癌症等疾病有很大的好处 看完了我们回顾之后呢 减肥的朋友一定在问 说光吃这个可以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主食必须要搭配一些 哪怕你吃一小口的米饭 那也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 然后呢肉呢也要搭配一点 吃完肉了之后呢你才会有精力 我觉得保护好 对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呢是最最重要的 那么一定要营养 科学的减肥 那么谢谢小苏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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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